她是世界冠军 她要旅飞冲天 她要一曲悠扬 她要一展风采 她要一举高中 她要赢一次 再赢一次 然后再一次 她要酷 她要拼 她要冲 她要的很多 但其实 她这是要强 和世界冠军古艾琳一起 多喝奶 中国牛 猛牛 大家好 欢迎收看 明镜火拍频道的 世界的中国节目 我是王邦瑞 今天我们继续来聊一聊 国外灵 但是 今天我们会聊的比较深 和中国当前 国内的小环境 以及面临的国际大环境 结合起来讲 希望大家 仍然能够喜欢 在这里 我们再次 对关注我们节目的 新朋老友 表示感谢 也拜托您 给我们的节目 尽快的点赞 也 关注 订阅 明镜火拍这个频道 好 我们言归正传 最近几天 关于 双冲国籍 以及 谷爱玲 前前后后这些表现 我又进行了一些梳理 也看了很多的资料 这个问题 还真的比较复杂 但总的来说 如果放到法律上 我认为 谷艳也好 谷爱玲也好 不应该承担 过多的法律责任 最多是个道德的责任 但道德这个东西 他就可左可右 可前可后 谁比谁更道德一些 谁比谁更不道德一些 这个空间特别大 迂回的自由度 运回的自由度也特别大 很难讲 这次的事情 很可能是 中国政府 为了在冬奥会上 弯道超车 帮外籍运动员 包括谷爱玲 每个人都编造了一本 中国护照 在奥委会上报了名 这是政府层面的 不遵守法律 外籍球员和谷爱玲 本人没有责任 当然人家也没拒绝 那中国既然这么说 你愿意这么搞 那你搞歪 而且是你一出面 把这个资料 给了国际奥委会 那谷爱玲一想 我何必搞这个特殊 我非不要呢 更何况 你看我这还是个人项目 你看看那些冰球队里 25、6个人 有18个都是外籍球员 他们也都弄了本护照 去参加奥委会了 为啥我就不行 我至少还长了一张 中国人的脸 所以在这个事情上 可能不应该 对谷爱玲求全责备 人家只是没拒绝 中国政府的安排 另外 谷爱玲的妈妈是干啥的 那是 邓文迪的 师婆那种级别的 邓文迪附体 天天和法律 和投资和风险打交道 人家能不知道 怎么规避风险吗 所以 这个事情 从他的角度来讲 可能 也就是 我不点破这个猫腻 我接受这个安排 我也不明确表态 我到底是啥国籍 叫不拿白不拿 拿了不白拿 将来不论走到哪里 在任何一个层面 任何一个场合 当我不得不 照实说的时候 那我就照实说 别人也不能把我怎么样 因为这都是政府安排的 我并没有主动的要求 取要中国护照 我甚至没有主动的要求 要在中国的居留权 这都是中方给我安排好的 那你们有任何问题 出门左转找政府 你们找他去 别找我 看看这种理由 是不是过关 我认为是可以过关的 所以 这次是中国政府 给人抓了小辫子 就看如何收场 那天底下这一次群情汹涌 问的是啥 就是 你的国际法里面 竟然明明这么说了 不承认 那你凭啥在2019年给他搞了一本中国护照以后 已经给了他中国国籍 又在2020年给他搞了一个中国绿卡 那不就等于你这个外交部门至少是中国驻纽约总领馆 你是违反了双重国籍的这个承诺吗 你这不就是等于明知他有外国美国国籍又给他搞了一个中国绿卡吗 对不对 那这种情况下 解释权责任 在政府这一边 当然他是不是解释 如何解释 目前我们看到 他们能做的就是默不作声 你有万般计策 我有一字方针 那就是不说话 所以这是我对这个事情最新的一个理解 今天我们再往前延伸一步 那就是习近平本人 他喜欢郭爱玲拿双重国籍吗 他会赞同拿双重国籍吗 我的答案是不会 甚至习近平可能会拨然大怒 说谁想搞双重国籍 我看谁敢 这不是没可能 我们先来看看 最迫切想要想拿双重国籍的是哪些人 他们拿这个事情的动机是什么 我们就清楚了 那想拿双重国籍 无非就是进出自由 那就是进出美国 进出中国 都拿着他自己那个国家的护照 进去就可以了 这种最方便 障碍最少 法律风险也最少 除了进出往返方便以外 还有就是能享受 这两个国家各自的法律保护 那如果是从这个角度分析的话 谁最有这样一个需要呢 那就是中美两国来回走的那些精英 不光是来回走 甚至在中美两国都有很大的生意 很大的财产 需要各自的法律保护 去来予以实现 那更确切的讲 就是马云 马化腾 郭广昌这些人 当然了 这些人可能暗地里 已经拿了外国护照了 只是中国政府不知道 或者知道了以后 没有把这个问题点出来 那么从这个角度讲 我们就要来把这个镜头拉远一些 拉高一些 看一看 搞这个双重国籍 从经济 从人员管理的角度讲 习近平赞不赞同 我们先来看一下习的经济思路 提到这一点的时候 我们不得不提到前两天在网上流传的那部4万字的藏文 那一篇文章的名字叫客观评价习近平 实际上评价不太客观 基本上持一个批评的态度 但即使如此 那篇文章是我近三五年以来看到最有洞见的一篇文章 非常有意思 在这里我也把其中的一部分内容 结合今天的话题跟大家分享 比如说 关于经济 习的计划是非常具有颠覆性的 那就是他要把共同富裕这个词 搞成集中共产 便于大家理解 什么共同富裕 就是集中共产 都属于秦始皇的 那啥意思 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 都是我的 这就是秦始皇的特点 集中共产共同富裕 最后也就是这样一个路子 虽然用的词有点粗 但话错理不错 习近平通过共同富裕 想筹划一种新型的经济模式 这种模式是以打击私企的方式来扩充国企 以便让他全盘掌控经济资源 他要让国营经济回归 沾大头 当然并不一定非要以计划经济的方式来实现 而是要创建一种经过优化和精简的新国企制度 那从表面上看 这是为了扭转 习近平不愿意看到的经济自由化的趋势 那就是谁想干啥干啥 根据自己的能力 根据自己的商业计划 根据项目的最后盈利的能力 自己去筹集资本 这是为什么马云这帮人拿来了 日本人软银的孙正义的钱 一拿就是十几亿几十亿美金 这种模式 自由经济 经济自由化 但究其根本 习近平是不喜欢这种模式的 他喜欢简化社会结构 什么意思 他一直不喜欢多元化 希望一切都服从政治的一元性 更确切的讲 就像他在大会上讲的 东西南北中工农兵学商 党要领导一切 所以他就任支出的时候 习并没有得到太多的认同 国际社会对他不看好 国内对他也不认可他的能力 他在这种空顿 这种情况下 辛辛苦苦搞了七八年 然后迎来了一个天赐良机 是什么 那就是2019年开始的 这一次的新冠疫情 那这个天赐良机 当然也是个双刃剑 一方面 中国政府因自己的防疫政策 以及信息披露 不透明不及时方面 受到了批评 但另外一个问题 也让习近平 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危机 把他以前敢想 但不敢干的事情 这次他认为就敢干了 当然这个是他和他在骨子里 相信外国列强 胡思丹丹 一直也想搞他 想搞中国 这样一个基本的判断有关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再加上中美贸易战 带来的贸易卡脖子 再加上美国的司法行政系统联合 要禁止高科技的产品 尤其上芯片这种战略性的产品和技术 向中国出口 他认为 中国到了要全面独立的时候了 要和外部世界做切割 但是他又发现 中国在经济上存在严重的对外依赖 因此在很多方面 又不得不养美国的鼻息 所以这些事情都极大的刺激了 习近平的决心 让他确信 中国要提前实现政治独立 以及经济独立 那在经济方面 他们就提出了一个什么呢 所谓的双循环 就是要国内大循环为主 国际循环为辅 你看他这是第一次把国际循环 放到了托儿秋七次的位置上 他改打算改变中国的经济结构 创造一个由国家主导 可以自给自足的一个产业形态 这个里面坦率的讲 他就是想学德国 所以前段时间 中国的媒体上也热传 不学欧美了 要学德国 不学美国了 学德国 学啥 学工业4.0 那就是把信息化和制造业结合起来 这是习近平眼里头最佳的经济模式 已是他心目中强国的那个形象和那个主轴 那就是别都这个什么买呗 花呗 这个什么买杯 花呗 这都是这个搞金融的第三产业 搞这金融衍生产品 习近平不喜欢这些 他认为那些东西不可控 不实在 不实实在在 他最喜欢看到的还是 信息化加工业化 实现德国提出的4.0 那当把信息化和工业两个进程相融合的时候 那就能把产业制造和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 这些相整合 优化中国工业的生产与供应 这是习近平想要的经济模式 那第三产业咋办呢 第三产业 在经济学的传统观点认为 第三产业能够增加社会获取感 促进经济活力 啥叫第三产业 就是服务业吗 电影电视 文化金融娱乐都是第三产业 但习近平却认为 这些产业造就了劳动力的内耗 他认为中国的第三产业没有出口优势 反而被西方欧美用来输入意识形态 比如说进口大片 美剧 金融产品 股市这些东西 他这些东西 第三产业加大了政府进行意识统战的成本 这是习近平的基本判断 那在习近平眼里 这种产业模式带坏了中国的企业和劳工 让整个国家副业发展过重 这里面最严重的是啥 是教育培训业 这个行业让年轻人接受西方教育 让他们学习外语 成为了留学生和移民人口的孵化器 不但造成了劳动力 特别是高精尖的人才的流失 还带走了国家的外汇 这对政府来说是双重损失 这也是为什么习近平 毅然关闭了课外培训 新东方之类的老鱼欲哭无泪 新东方一口气解雇了6万人 所有的桌椅板凳都打包 这个去捐献给了公益组织 甚至在中国的一些 本来以开放 以发达为特色的城市 比如说上海 竟然开始逐步在中小学取消英维考试 那就是为了阻断西方文化通过第三产业来影响国内的这样一个源头 那与此同时 公共教育也开始全面排除西方文化 甚至是鲁迅这样的 当年毛主席都予以盛赞的这种进步作家 很多文章听着刺耳也要删除 这都是为了削弱数字教育 培养一大批新的工匠工人 熟练技术工种 是这样一个目的 这就是习近平对中国的年轻人 中国将来的社会发展的主力 他最核心的一个期待 但是我们看看国外灵符合这个期待吗 如果国外灵背后团结的这波想搞双重国籍的人成功了 那就会让习近平所有的这些希望破功 破功 为啥 你看习近平 这个这一次国外灵给外界传达的印象是什么 是中西合璧 这个美国味十足 在冬奥会比赛结束以后 接受记者访问 都用纯正的美语侃侃而谈 国外灵给人的表现 就又一次刺激了中国广大的中产阶级 尤其是中产和 最高级的那帮精英权贵之间的那个中间层 这帮人更受刺激 那他们感觉怎么样 我去那还得学英语啊 你看看人家国外灵 那还得把孩子送到国外去啊 你看这样的话 如果我能拿了双重国籍 那美国和中国这边的好处 我不就全能占着了吗 而且这帮精英也会觉得 那我还是得把家安在美国啊 那人去了怎么办 人去了钱就得去啊 那自己家的在中国挣的钱 那还是要想尽千方百计弄到美国去 否则 干巴巴的弄一个美国国籍 又有什么用呢 所以谷爱林 谷家 这个形象 对习近平 当前对中国社会 对中国未来20年的 生产力的主流 应该是个什么样子 是180度拧着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啊 习近平想通过啊 所谓的内循环和外循环 这样一个说法 来对经济进行改造 对劳动力进行改造 谷爱林的出现 对这个目的是一个打击 那这次突然爆发的疫情 给了习近平啊 做很多平常不敢做的事情的契机 比如说 护照管理 就更加严格了 他以防疫为由 限制民众办护照出国 移民管理局啊 在去年底就说了 对于非必要非紧急事由 暂步签发护照 那就是啊 你中国人想搞 别说搞两本护照 搞双重国籍了 你想搞自己一本护照 都不给你了 那就是从最大程度上 减少中国人出国的机会 因此普通的中国人 无论是留学 还是因公出国 变得更加艰难 政府在 边境管理这方面 开始建立一个 虚拟的一个电网 防止劳动力偷渡外出 同时也严控民众出境 但即使是这样 美国领事馆外面 排起了长队 这些啊 中国的精英 中国有一定条件的 这些家庭 还是要通过各种各样的 特批手续 疯狂的奔赴海外 这里面啊 有不少人是中国的政治精英 就是他们的高官 以及红二代 他们希望在国家破产之前 在所有的这个所谓的啊 要被共同富裕之前 把资产转移 而这让习近平认为 党内一些人啊 不以他为核心 在国家的关键时刻 拿走了本来可以让他来支配的资源 啥外汇 美金嘛 但这种 釜底抽薪 举动 就是为了在政治上 架空一尊 架空自己 所以习近平啊 在这方面 是把他看成一个敌对势力 要搞垮 共产党 要搞下来 他自己来对待的 所以 他制定了 严厉的外汇政策 与逃离的资本 展开了拉锯战 起初银行限制大额换汇 并制定了较低的购汇额度 但民间聚集人头 一个人借50个身份证 一个人借50个身份证 一个身份证能汇5万 那50个不就是250万吗 好多民间的资本家 好多人都是用这种方法 把钱转出来 就所谓的 叫多人汇款的方式 让资金离境 银行开始清查来往的户口 但是 人们又通过境外消费的方式套现 咋办 我就碰到过这样的大款 拿着中信银行开的 这个信用卡 到海外买徐卫红的话 买这个 这个达芬奇的话 买币加索的话 一下刷出1000万美金 他只要国内有这个存款 国外他就敢刷 他刷了以后 他通过境外消费 他已经套现了 所以你看银行老是 落后于这帮资本家 这帮想利用体制的漏洞 把钱转出来的人 为此 政府还限制了银行卡的境外消费额度 但是等他限制的时候 不知多少亿美金已经出来了 还有人 不但是通过信用卡 他还通过自己企业的外贸账户 在海外资产 在海外买房子 那政府很快又给跨国企业制定了外贸的配额 他这么干了 又有一些企业家 咋办 在香港注册公司 因为香港还是有一定的经济自由度 还是有一定的资金进出的这个方便性 他们又把香港做了一个基地来反抗国家对这个金融对外币的管制 你看这种情况下 习近平怎么样又出台规定限制企业 境外融资设法扣留相关的资产 但实际上他扣留是扣留不住了 包括像海航像很多公司这样的企业为啥 很多企业已经被信贷化 国内的股权所剩无几 他想收回那些还没有出海的那些企业的股权 他发现这些企业已经做了所谓的内保外贷 那内保外贷是啥 那就是把国家的钱在通过国内的资产做抵押 带出钱来 在海外用了 在海外收购了 他们留在国内的只有债务 没有钱 习近平得到的只有债务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习近平怎么可能允许债帮比他奸华一百倍 比他聪明一百倍 比他有钱一万倍的这些企业家还拥有所谓的两个护照 那如果是两个护照 那习近平在管他们 在抓他们的时候是更容易了 还是更难了 大家拍拍脑袋想一想 这不就很清楚了吗 那就是更难了 他不是一般的难 如果人家知道 如果可以搞双重国籍 那这帮资本家 在国内这帮人 那不想进千方百计 一定要搞一个 一定搞一个有什么好处 首先进出自由 你边控 你能边控中国人 你边控一下美国人 试试 另外 那就是 如果拿了中国国籍的这些人 中国人又拿了美国国籍 那这种情况下 他们在海外 在美国本地 甚至在中国本地的一些资产 他就受美国法律的保护了 在法律适用的冲突上 中国的很多法律 最后发现和美国要发现了冲突 但美国不管 美国很横 是不是 那搞朝米管辖 全世界范围内 只要用美金进行的交易 都归美国管 这是在美国有国内法的依据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这些土豪 不但有国籍 还有美国的法律保护 那你说习近平想整他们 那可怎么整 如果习近平想继续通过控制资本家 来控制资本的方式 来继续这么搞 那就没有抓手 没有途径 没有手段了 你说这事双重国籍 如果发生了 习近平是着不着急 那习近平啊 想通过管人的方式来控制社会 他正看中三类人群 根据这位这个 方舟于中国 这位四万字常文的作者所言 习近平这方面 采取了一个三位一体的做法 啥叫三位 就是青少年算一位 民企和民营企业家算一位 还有商业和金融寡头算一位 刚才我们讲了 民企和商业寡头 如果放开了双重国籍 他们有的是手段来耍弄习近平 来打败这个体制 那还有啊 就是青少年 习近平本人啊 是非常重视青少年教育的 他不止一次的在多种场合讲 他说要引导青少年树立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并且用一个很形象的话 来提醒全国人民说 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 如果你有了双重国籍 都像国外灵这样 这人生扣子 甭管一开始扣成啥样 你习近平都没法没办法管 都不归你管 你都碰不着管不着 只能干着急 那在习近平的指挥之下 中国全国掀起了一场文化批判的风潮 针对有可能对青少年产生不良影响的反动 低俗内容进行全面整治 尤其是娱乐行业 你看最近抓了多少人 李温迪给抓了 这个吴亦凡给抓了 很多人都给抓了 连这个王立宏都出事 乖乖的滚蛋了 习以及党的核心层认为 这些人这些现象都是在荼毒青少年 国内媒体还发布了一篇文章 好像是主流媒体发布的 说要警惕追星思维 侵蚀主流价值观 认为明星所谓打造偶像精神 操控青少年的精神 国内总局还提出一句话 说要抵制低俗追风 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防止未成年人节目出现 过度的商业化成人化娱乐化 这些倾向 那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尤其是为了防电子游戏的沉迷 中国甚至屏蔽了境外的游戏平台 习近平还只说 抓思想要从青年和娃娃抓起 他要求学校恪守教育底线 不得违背不得宣传任何违背 核心价值的思想 此外为了给学生减负 政府向中国最传统的行业 课外补协下手了 像我刚才说的 让新东方轰然倒塌 国务院还颁布了减轻义务教育阶段 学生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 规定培训机构 不得占用法定节假日及寒暑假 同时这些机构不得上市 也不再进行审批 而且严禁加入境外课程 严禁聘请外籍人士 你看这些 我认为都是冲着国爱玲说的 不对 应该是冲着国爱玲他妈 以及想在这方面发大财 实现人生梦想的那些精英说的 国爱玲不是说了吗 他在中国补习十天 赶上在美国一年 就在海电黄庄 那个地方号称宇宙培训中心 你看国爱玲讲了这个事 那实际上就是和习近平想给中国的家庭减负 是背道而驰的 是对着干的 那你在这搞十天都能赶上美国一年 那么哪一个在美国的这些 在中国的这些家长 不想通过实现双重国籍来达到这个目的呢 你看你既然能在中国搞十天 你回美国就能上斯坦福 那我孩子在这搞一年 那不更有竞争力吗 你说中国的家长 他会不会这么想 他会不会想进千方百计去搞这个国籍 我想那是会的 那从这个角度讲 如果这一天发生了的话 中国砍掉了一个新东方 会有千千万万新东方 通过各种隐秘的灰色的方式死灰复燃 那中国打击这个过重的科业负担 这样一个占领目标 那就也要落空 那刚才我们谈了经济的因素 法律的因素 外汇管理的因素 其实还有一个因素 那就是人口 人口政策 中国前几天 不是放开了三胎政策吗 二胎 二胎 那现在这个情况 大家看看国外灵 大家会怎么想 很多人 那更不敢生了 为啥 国外灵 对外说 他成功的最大秘诀 是每天要睡十个小时 那有些网友就开始吐槽了 我的天 你看你有一个在中国交通部当高干的奶奶 你有一个哈佛大学毕业的老爸 你还有一个华尔街出来的老妈 你还在美国读斯坦福 我跟你差的是那十个小时吗 不是那十个小时 我跟你差的远远不止那十个小时 所以你讲这十个小时 那都是为了公关 那都是为了对新闻讲容易起标题 除此以外 没有任何可以学习的地方 那之所以这帮人不敢生 就是因为和社会精英 和这个精灵阶层 拉开的差距越来越大 你生个孩子 为了跟他们竞争 你从生下来开始 就从胎教开始 你就得跟这帮人竞争 但你俩竞争得过呀 压力山大 所以大家宁愿躺平不省 但国外灵的出现 会让大家更想生孩子 跟他竞争呢 还是不敢生了呢 我想大部分 月薪低于十万人民币的人 都会选择后者 那哪敢跟谷爱玲他们竞争 如果你放开了双重国籍 这些年跑到海外来的 千千万万个 谷爱玲他爸他妈 都会把孩子弄到中国 再搞个中国国籍 那方便 那我在美国结束训练 不光是高山滑雪 还有冰球 还有各种各样 美国条件 十分优厚的这种项目 他都可以在美国接受训练 然后回到中国来参加比赛 说最直接一点 考英语 英语比赛 英语竞赛 那人家在国外待着的 来回中国参加英语竞赛 你在北京待了十年的小孩子 你能比得过人家吗 所以他会让国内教育内卷化 所谓的双重国籍 让这个内卷化 比现在还要内卷一万倍 那个竞争会是空前的惨烈 这我还只是说了教育资源 那为什么这一次北京这个疫情 搞动态清零 不敢放开 疫苗也不顶事 为啥 那就是因为他的医疗资源不够用 大部分的医疗资源 他集中在北上广 大城市这些地方 偏远地区不行 那请问如果你搞了双重国籍 海外的这帮精英 如果回了中国 他会奔封县吗 他会去封县找工作居住生活吗 不会吧 到封县一不留神就给拐卖了 他十六八九还会待在北上广深 那这样会让本来就十分稀缺 本来就已经搞到了压力极限的医疗 交通食品用水空气 方方面面的资源会更加的紧缺 那从这个角度讲 那这种压力不光是很多个人接受不了 那恐怕也是这些管理部门所承受不了的 那说一个最简单的 如果这些双重国籍的人 带孩子回中国来读书 人家有中国国籍 那就爱上啥学校上啥学校 公立学校人家有权挑 那这样的话 现在的情况是 所有这些人回中国只能上国际学校 就那么几所 要交钱还交不少的钱 那如果全部放开的话 那北京的好小学好中学好大学 那个竞争 岂不是又比原来强了一万倍 那这种情况下 北上广深这几个城市 他们敢吗 我的判断是不敢 所以这一次 这个国外领引出的双重国籍事件 我认为最大的可能性 它就是一个权益之计 就是为了搞冬奥 提上裤子就跑 提上裤子就不认人了 再也不要提双重国籍这个事情 但是海外这帮人 还有国内这帮人 为什么要炒作这个话题呢 这里面嘴里说的是主意 心里想的还是生意 谁在炒作 我们看看各大媒体去引用的 这些人都是什么出身 前两天我们华尔街电视还采访了 非常牛的国内谋智库 哎呦 那智库人家是干啥的 人家是欧美同学会的头 人家是在美国布鲁金斯 美国的这个名校毕业以后 全家迁回了北京 人家当然需要双重国籍了 我经常跟他们一块开会 手上带那块表就十万美金一块 如果这种情况下 他有了双重国籍 那不就是这个如虎添翼 那不就是要大鹏展翅了吗 那你一般的老百姓 你怎么跟人家比 而且这帮人背后代表的 可能就是马云 马化腾 郭广昌 甚至是柳长志这些人 他就是要给自己买一个 外国国籍的 保护产 用这个来保证自己将来 不会被清算掉 来保证自己在中国实现 共同富裕的时候 他的财产不会被充公 因为有了美国国籍 他就得到了美国法律保护 那这样的话 中国近些年搞的 这个所谓的经济改革 这次疫情付出了这么大代价 实现了这个社会管控 管控到了点 到了人 到了每一毫米 那这种东西 可能就要破功了 那从这个角度讲 如果双重国籍实现了 习主席所规划的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遥遥无期 这个事情 也把中国政府 把习推到了一个 十分危险的一个境遇上 为什么危险 说实话 这个四万字的长文 有一点是非常有意思的 当然更重要的内容 我会放到下一期 来给大家分享 那有一点是什么呢 那就是当今中国社会的社会复杂程度 社会分工的细致程度 他已经超出了一个梁家和知青的这个理解 超出了他的理解范围 所以他就尽量的想把社会管控进行简化 越简单越好 啥简化 那就是国企为主 所有的资源通过国企来调配 他既明白 他又放心 其余任何不符合这个规则 不符合这个模子的 他就不喜欢 那更何况双重国籍这么复杂的事情 我今天不是开玩笑 我说所有的话都不带引号 为啥 双重国籍这个事情 我看网上说的最明白的是华尔街电视的李奇 那也用了将近50分钟的时间 把种种情况都分析的比较到位 比较透彻 就这个 习近平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他的智力 他的知识面 他的水平比李奇要差一万倍 这就更不用说底下这些各个部门这些领导 他们很多事情上 他没有做到这么细致 那面对这样一个空前的挑战 你说他会让你放开吗 我的答案是绝对不会 那这篇四万字的长文叫客观评价习近平 我啊 没准我就跟做红色赌盘似的 搞一个系列 看大家喜不喜欢 您对我这期的内容 您对中国搞双重国籍利弊 认为他会不会搞 听过我的节目以后 您有什么样的一个感想和评论 请您在节目的下方留言 咱们节目的留言 很多观众很有洞见 我也会选择其中一部分 在节目里跟大家共享 我们谢谢您 我现在诚挚的欢迎您 给我们的节目 世界的中国 点赞 也给我们的节目打赏 更欢迎您关注订阅明镜火拍这个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今天我们来继续跟您解读客观评价习近平那篇长文 当然我们不是赵北宣科 也不是就事论事 而是要结合当前正在发生的一些大新闻 大背景 大事件 来看这篇文章里面的一些洞见 在现实中是怎么演进 怎么铺牌的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华尔街日报 今天刊登了一篇文章 题目就叫做 拜登政府对中国未能履行 与川普政府签订的贸易协定 而准备采取措施 川普和中国的贸易战 在过去几年 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内 差不多的有两年时间 一直是各个媒体 包括我们讨论的焦点 那里面的优微曲折 那里面的小心眼 大心思 双方的斗法 我们都进行了全面的解读 我相信大部分观众 对此仍然是记忆忧心 最终貌似川普达到了目的 签了一个大单 规定中国必须从美国买多少多少 几千亿的能源产品 几千亿的什么农业产品 但是时间很快 转眼间 那真的是叫白居过系 谈纸一会间 现在到了2022年的2月份 拜登政府发现 当年贸易协定白签了 川普被算了 拜登也被算了 为啥 截止目前为止 中国在旅行购买能源 农产品等等方面 还差出一千多亿美金 就基本上只完成了50%左右 大部分都没有完成 当然说中国完全没有履行协议 也不公平 那比如说有些方面还做出了一些让步 比如说在一些新的农产品开放中国市场方面 在美国的金融服务进入中国市场方面都履行了一部分业务 任务 采取了一些措施 但是大宗的购买协议 只完成了一半 那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也对华尔街日报说了 我们要确保中国履行它的承诺 要确保低阶段协议能够得到履行 因为通过双边关系来展示承诺这事 必须认真 这是我们必须达到的一个目标 对这个问题 中国驻华盛顿的大使馆 没有回应华尔街日报的置评的要求 当然了怎么会凭这个事呢 那个这玩意又没法归结于西方势力 又想颠覆中国 欧美这些反华派又抓住了污蔑中国的理由 海关进口的数字摆在那 你就是没有完成 而且插出好大一截来 说好购买美国的产品 没做到 那拜登政府还对华尔街日报说了 他将要采取的另外一个措施 那除了我刚才说的一定要买足买购以外 那第二个就是要严厉打击 中国使用的工业补贴 为此他们准备动用美国贸易法案里面的301条款 这个动用以后很可能会导致新的关税 就是在川普关税的基础上 再往上加码 而不是降低 除此以外 还有其他一些法律一些场景可以应用 比如说反倾销法以及其他一些和关税相关的手段 其实涉及到关税这一点 今天的纽约时报刊登了著名的克鲁格曼的一篇专访文章 一篇专栏文章 这篇专栏文章说川普就是个笨蛋 又被中国耍了 因为啥 也提到了中国根本没有旅行和川普政府签的贸易协定 要购买中国的产品多少多少没有完成 更重要的是川普政府以及当时的他的贸易部长 以及当时的贸易顾问 塔尔罗这些人 他们就是把关税这个事情看成零和博弈 认为进口比出口多 那就证明你亏了 如果进口比出口少证明你赢了 他们就是用这个方法来计算美国的得失的 甚至用了一个公式特别奇葩 说从中国每进口多少多少数额的产品 美国就损失一个工作机会 就丢掉一份工作 这些事情克鲁格曼都给予了严厉的驳斥 但同时他也认为在关税方面不是不可以搞 但是要更有技巧更有针对性 那结合花街日报这篇文章 那就是在有些产品方面 比如说享受了巨额补贴的一些产品和企业 将会受到美国相关政策的严厉的反击和制裁 我想这些产品可能将来进入美国市场 会面临一个非常非常窘迫的局面 那说起这个来 为何白宫这一次比较着急 比较搓火 其实和前两天的另外一个新闻有关 是啥呢 冬奥会上普京普大帝来访了 习近平为了欢迎他给了一个超级大礼包 那就是签订了在能源方面的一个大单 而且用人民币进行 这为俄罗斯输了血 让普京可以说是惊喜交加 在国际上中俄联手应对欧美形成了一个局面 大家听清楚 他们给了普京能源的一个大单 那根据有关媒体的报道 这个单有多大呢 习近平和普京在钓鱼台国币南举行会谈的时候 路透社的报道说 俄罗斯每年将从远东地区向中国供应1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 100亿立方米 多少钱咱不会算 也超出了咱的想象能力 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 但是他的钱数肯定少不了 大家看到没 中方答应从俄罗斯买1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 在冬奥会上表态的 但是在和美国的低阶段贸易协议里面明确规定了 他应该买美国的能源产品 但实际上到现在中方兑现了多少呢 中方对美国的原油采购只达到了目标的37% 大家看到没 这叫什么 这就耍了美国吗 这边签好的协议不履行 只履行了37% 那边又承诺从俄罗斯大量的购买能源 你说这事 这就是为什么前两天我们讨论国外零事件的时候 本身不是个大事 国外零本身也是个孩子 但是他为什么激起了中美两国这么大的反响 那就是核心的原因之一 那就是中共不光是在体育方面 在贸易更核心 更硬核的这些涉及国家战略的一些领域 他们呀 就是把美国当成了250 把美国当成了缺心眼 你看我就是给你签了 我就是不买你的 没签的那个 我反而给他搞个100亿 你说美国看到这些事情能不挫火吗 当然他们在官方的文件里 官方的新闻里 他肯定不会说 我现在制裁你 是因为你买了俄罗斯的天然气 没买我的 那我就要制裁你 那岂不是显得太小家子气 那岂不是成了这个泼妇骂街了吗 对不对 不这么干 但是普京和习近平联手做的这些局 你说拜登傻吗 人家不傻 那实际上川普也不傻 在这方面 他看着中方屡次三番的占他的便宜 谁也受不了 所以在目前这样一个时刻 纯粹的按经济学家来算这个账 已经不顶事了 经济学家仅供参考 这也是为什么克鲁格曼 在纽约时报的文章里 他虽然大骂川普 对中国的贸易政策 尤其是关税政策 认为杀第一千自上八百 对美国的伤害比对中国还要大 他认为关税本身不是一个好计策 但是即使是这样 拜登绝对不会轻易取消 川普给中国产品施加的关税 甚至可能再加码 因为什么 这里面不只是经济因素 还涉及到很多复杂的国际关系 战略利益 中长期的抗衡 很明显 你看中国和俄国都已经搞成这样了 你还会轻易取消对他的关税吗 肯定还会再加码 尤其是对那些享受巨额补贴的一些产业和产品 这是在经贸领域 我认为都要会以后 美中关系 以及整个欧美跟中国的关系会有一场巨大的斗争 这场斗争的复杂和惨烈程度可以用洪水滔天来形容 刚才说的我只是说在经贸方面 拜登政府可能会采取一个反制措施 那最近在2月初还有一条新闻 被很多媒体忽略了 实际上也非常重要 那是什么呢 那就是美国多位共和党的国会议员提出了一个新的法案 叫制裁中共官员专制压迫人民法 这个法简称叫Stop CCP Act 这个法想干嘛呢 他要直接制裁习近平本人 以及中国全国人大 那3000名代表和他的家属都列入制裁名单 那我们也查阅了相关的文件 相关的历史 那美国法律直接制裁外国元首是非常罕见的 制裁人会会产生什么效果呢 美方制裁措施包括禁止制裁对象取得美国签证 不准在美国财产交易 不能使用美国交易交易系统 这个Swift Code这些等等 那在中国运营的美国企业 也无法与被制裁的中共官员及家属 由业务交易往来 这个说的文周周 但每一个字 每个标点符号 都是刀光剑影 为什么这么说 我举个最急直接的例子就是了 假设说 这个事情提前几年发生 当时习主席的女儿啊 还在波士顿在哈佛大学就读 他要是跟新明泽汇款 这个支付学费或者收获费用 他就没有渠道 为啥 如果你一旦进了美国的制裁名单 银行不敢接收你为客户 不敢收你的存款 更不敢问你付款提供汇款服务 大家记得吗 为什么汇丰银行还是哪家银行来着 在香港被美国点名制裁 他们甚至不敢给香港特首 临终月娥开账户 所以临终月娥的这个薪水 都要用现金用车拉回去 因为虽然他贵为这个香港特首 但是任何一家区域性的 甚至是国际性的银行 谁愿意得罪美国呢 他一下把你那个Swift 给你停掉的话 你任何涉及美元的交易都无法进行 哪个银行敢付出这样的代价 那同样如果美国的共和党 这一次提议的这个法案被通过 我去那不只是习近平了 包括美中国的人大 3000名代表和家属都列入制裁名单 列入以后这事就很大 中国的3000名人大代表都是干啥的 很多地方都是当地的市委书记 市长代替的 很多官员本身就是代表 那把他们列入以后 这些人在美国的家属 你说你怎么汇钱 怎么收钱 你做的这些生意 别人都不敢碰 一碰那就跟汇丰银行似的 马上被美国政府给制裁了 你别的生意就不用做了 那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大家就不愿意动 不愿意轻易冒这个风险 那这种情况下 对这3000名人大代表和家属 他们在海外的这个 不管是 购置产业做生意 甚至基本的生活都会成为一个问题 那看到这个情况 他有多大可能性成为一个法案呢 我认为可能性还是相当大的 为什么 现在美国的朝野两党 对中国的关系应该怎么搞 他们基本达成了共识 那就是要更强硬 对抗会更加剧 今年是美国的选举年 到秋天的时候就有美国的中期选举 不出意料的话 根据目前拜登获得的这个支持率 共和党掌握这个 相当多的更 更多的这个重要的位置 是完全可能的 如果这样的话 这个 CCP这个法案 就可能会更加顺利的通过 所以这个对抗日趋激烈 所有在中共核心层的这些官员 和他们家属都会受到波及 那这就涉及到了 我为什么要和前几天出台的 这个4万字的长文做联系 那这篇著名的长文啊 对习近平他的个性 以及习近平和一些重大利益关系群体 做了一个非常精准的分析 比如说他认为习近平和资本的战争 比如说和马化腾和马云和这帮这个 蚂蚁金服这些势力的斗争 其实也代表着他和官僚体系的对立 因为这里面都是盘根错节的 习近平其实并没有很严格的正式的国家观念 在他心里 在他的表述里 国家民族政党 三个概念放一锅里会 没有明确的区分 严格说来 习近平甚至都没有政党的概念 他会守住权力而伤害国本 对他来说 他宁愿接受一个破败的中国 也不能接受权力的旁落 你看如果按照这个思路和性格推演下去的话 那在国内国际会引起什么样的一个后果 正如这篇文章如下所言 习在政治斗争上不计后果 正如他为了个人权威 不惜牺牲国家经营了几十年的国际关系 在中国与世界对抗的初期 美国屡屡通过各种方式向中国表示 双方的关系正在趋向零和博弈 西方各国也一直告诉共产党 不要把经济纠葛上升到政治层面 这都是提醒在中共高层 让他们尽快停止对抗主义 但是恰恰相反 习近平搞什么 习近平搞的是斗争斗争再斗争 他以此步步紧逼 最终逼得西方采取了政治回应 那就是重新高举民主和人权的大旗 并且屡屡对中国的官员和他们的家属 撤销原来提供的财产批护 甚至对进入中进入美国 基本的拘留权力都进行了很大的限制 比如说2020年的时候 彭佩奥就把很多中国的官方代表 在美国的签证期给缩短到了一个月 就是你每个月都有被扫地出门滚蛋的这种风险 那确实也给中共在美国的很多人员 造成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窘迫的境地 那如果这样的话 按照这篇文章的观点 我是深度赞同的 是这种做法 包括今天华尔街日报刊登的这篇文章 如果stop CCP这种法案过了以后 这会破坏中国的官僚系统最核心的利益 因为所有这些人3000名人大代表 他们都不能进入西方的国境 就等于隔绝了他们自己的财产 那一个一尊一个独裁者能受到多少拥护 归根结底 要取决于他能创造多大的共同利益 或者说用一个更直接的讲 那就是能怎么样获得一个最大公约数 这个最大公约数和共同利益的这个指标 这个角度也是大家非常推崇邓小平路线的原因 但是习的自我意识太强了 把邓都不放在眼里 他把整个国家乃至政党都视为他的独家地盘 独占利益 除了自己身边的这些犬马 他几乎伤害了所有人 看看这篇文章写的快赶上我的水平了 真的是不错 所以习近平以及整个中共最顶层的思路 目前显得非常的胶着 像肉骨上的蚂蚁一样 不停的用一个又一个奇葩 非常仓促的手段去补上这道长城上面 一道道出现了新的裂痕新的伤口 他们也迫切的希望创造一些人间奇迹 来证明自己有能力 所以很多政策显得速度显得风驰电撤 但是落实起来最后都是烂尾 或者成为奇葩成为笑柄 比如说他要整顿市容 北京就开始清退低端人口 把人家外地打工的连夜清退 要搞技术突破 就开始几万亿几万亿的投资 要搞芯片大跃进 要超银赶美 芯片就是中国下一个大的烂尾工程 比雄安烂的还要快 还要彻底 芯片你搞不定 那说要搞绿色城市 搞技能减排 达到这个减碳目标 工厂就拉闸限电 不让生产 你说这些招 谁看起来谁不觉得奇葩 所以从改革开放到现在 中国的政治 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混乱过 工职部门的好处竟然没拿掉 他们的态度 他们的风格就变成了集体不作为 政府把压力层层向下摊派 民众也没有觉得行政体制有多大改良 办事依然很困难 所以在国内方面并没有一个立竿见影的明显的好转 甚至没有带来观念上的好感 在习的统一下 在习的这个统一指挥 统一部署下 在他的思想指引下 中国国内啊 那也是风烟四起 到处都是讨伐之声 打击基督教 打击民命 打击少数民族 打击律师团体 打击境外势力 该打的都打完了 打完之后 留下来是一片焦土 他要推翻很多东西 但又无法让他们变得更理想 虽然他强调发展科技 升级供应链 但是这个权力意识 一尊意识 看齐意识 四个意识 就像一个漩涡 无论你做的事情 能产生多少正面的能量和正面的反响 最后都会消耗在这个怪圈里面 这种自我中心意识 限制了习近平的格局 他的世界观其实很区幻 他没有一个很严格 很和世界现实相匹配的一个世界观 可以说是思想 可以说是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他思想上的盲点太多 这些盲点本来在别的朝代也存在 比如说在邓的时代也存在 还是邓的年龄这么大了 但是这些盲点在一个集体领导体制里面 是能得到有效预防的 但是习主动削弱了这种集体领导机制的预防 那这种机制当然无存 他希望通过连任去自我证明 但是他却摊开了一个无法掌控的局面 他想要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 想要主导第三世界 还想西方认可他的政治地位 当他无法获得这些认可的时候 他就打算关闭国门 给中国全民进行政治改造 但是今天的时代已经不是原来那样了 叫什么青山折不住 毕竟东流去 如果像今天华尔街日报所说的 这制裁3000名人大代表 连习近平本人 他们的财产 在于西方的一些关键的勾连 这种渠道都被斩断的话 对这些最顶尖的这些权贵阶层 造成的冲击 心理造就的怨恨 由此产生的反作用力 对习近平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挑战 那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这帮官僚这些中国不用说是上层了 这些中下层的官员 这帮家伙他不是不聪明 他很聪明 我们看看最近封县这个世界的最新进展 就知道基层的官员为了掩盖自己的失误 为了掩盖自己当年参与到 人口发展的这个环节里面 这些踪迹 会采取多么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去遮掩 那这些事情 如果蔓延到了 由习近平和西方的强烈对抗 导致了更高层 更大面积的官员和体制内的人员 都受到惩罚的话 封县的这种做法 徐州的这种做法 会很快蔓延到全国 实际上这种做法也已经成为了一个新常态 那就是刚才说的 官员要么不作为 要么就是拼命的欺骗 要么就是煽风点火 把最后所有的怒火都往上点 点到中央那儿 直接点到习近平本人 你看这是 这不是吗 这个共和党这个法案如果过的话 习本人也会受到制裁 那很多时候 一个政权出现颠覆性的危机 未必非要是国际国内发生了什么大事情 很多时候叫千里之堤 毁于以穴 像封县 以及大大小小 成千上万个封县这种事件 实际上 他摧毁的是普通民众 以及整个官僚体制 对这个政权的信心 对这个国家最高层的领导人 他们的智力 他们的能力 这样一个最深度的怀疑 如果这种情况下 他出现溃堤 垮掉整个堤坝溃掉 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我们看看徐州官方 两个星期出了四次通报 每个通报都把前边那个通报 打脸打的啪啪的 比如说最新的这份通报里面 前凤凰周刊调查记者 邓飞贴出来了结婚证 结婚证显示 锁链女杨某霞生于 69年 现年52岁 而当局说的杨某霞 原名叫小花梅 小花梅的亲妹妹 生于1988年 她说她的姐姐比她大9岁 小花梅的表弟1980年生 说表姐小花梅比她年长2岁 通过这两位亲属交叉印证 可以断定小花梅应该生于1979年 但是结婚证上显示的这一位 生于69年52岁了 无论从这个数字上的反向对比 以及从相貌上做区分的话 照片上的这个人 根本就不是现在这八个孩子的母亲 这个脖子上锁着铁链的这位女性 里面很可能是江苏丰县徐州 乃至江苏省的官员 继续想混淆视听 继续想蒙骗大众 他们将42岁小花梅的身份 一花接木转到了52岁的杨某霞身上 如果这种反向推理正确的话 那杨庆霞实际上就是四川的私中女孩 李颖的可能性就特别大了 那不但是外貌相 在这个时间点上也能卡得住 并且现在李颖自己的叔叔出来发言 他说他认为那个锁链女就是李颖 而且李颖自己的父亲 曾经是一名烈士 是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人 他因为失去了女儿 悲伤过度早就去世 所以李颖的叔叔要求尽快进行DNA的比对 你说这个难吗 这个真的不难 但为什么官方就不能出来 做一个真实的说明 说这两个DNA对比过了 李颖和他不是一回事 目前谁也都不敢出来说这个话 谁也都不敢出来挑这个头 这里面最关键的是什么 我认为这和李颖的父亲的身份有关 因为他是一名军人 那一个为国戍边 为国捐躯的军人 他连自己的女儿都没能保护 他的女儿被人贩子拐走以后 这么几十年间过着诸狗不如的生活 或者失去自由的生活 已经精神失常 到现在真实的身份都无法判定 如果这种事情招然于天下的话 现在的退伍军人这个群体 他们自己的诉求 他们自己的上访的那些事情 他们自己的那些怨恨和李颖的这个事件 结合起来就会迸发出无比的能量 他就会像一堆野火 把阻拦他们向前推进的任何东西 都烧得一干二净 所以有人在网上说 现在有人坚决不能让锁链女成为李颖 这个推理也是有道理的 所以你看最新发生的 美国要制裁人大代表 然后江苏风险 把这么一个不复杂的事情搞成了这个样子 从上到下 从内到外 他都显示出来一个 不是不出事 而是要出大事 只是什么时间发生的 这样一个共同的心理预期 既然有一个全民的这种心理预期 它就一定会发生 那我们想到2022年 你看现在是2月初 整个疫情从2019年开始到现在 两年多快三年了 世界发生了大变 人心也发生了大变 这里面也预示着很多地方的国运 要发生根本的转变 冬奥我想会在中国的将来 形成一个分水岭式的事件 为啥 本来大家觉得冬奥区的这期间出的这些事 有些偶然成分 比如说彭帅事件 比如说国安林的双重国籍事件 比如说封县的锁链加深的女生事件 本来以为这是一个非常态 是个突发事件 在这个特殊时间出了这些事 但是按照今天中国这个政策走向 按照习近平非要连任这样一个宏大的决心 以及为此所采取的手段付出的努力 那2021年底 2022年初的这些乱象 很可能会成为一个新常态 而且它可能只是一个开始 未必是最坏 因为现在大家想一想 我们回忆起80年代末 90年代初中国那个情况 大家觉得一穷二白 刚刚开放看了什么都新鲜 看了什么都比不别人 但是起码有朝气 起码有希望 当时觉得那样一个状态只是个开始 但今天看来那样一个状态已经是尾声了 世界会变得越来越乱 中国只会更乱更无序 更不知道自己将走向何方 那我们再回到那篇四万字的长文的话 他甚至给出了很多天启般的一些遇事 因为中国传统观念认为 皇帝受命于天 必然受到上天眷顾 所以只有国家风挑雨顺 才能证明当政者是天选之子 但是最近这些年 尤其是某某上台以后 中国的内政外交连番受挫 经济进入全面性的衰退 而且近十年来天灾人祸不断 这如果发生在古代 足以让任何一个皇帝感到恐慌 要去天坛祭祖祭天 才是一个正常的心态 那现在我们看 中国遭遇了百年难遇的一个疫情 往往这种规模的瘟疫 预示着一个王朝的衰败 为什么上一次遭遇大瘟疫的领袖 是慈禧 那是1910年到1911年发生的东北蜀疫 那是清朝期间 那是人类历史上第三次蜀疫大流行 当时波及69个县 死亡6万人 那是慈禧时代 那在之前是明末的蜀疫 那是发生在崇祯年间 那场灾难起源于1633年 从山西开始的到1643年的时候 就发展到了北京 造成20多万人死亡 这也是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果有这么多的不祥之道 急于一身都会就会带来一种启示 表明他并非天选之子 而是上帝的妻儿 所以中国这一劫能不能过得去 咱不知道 但是势头不看好 很多事情都在朝着一个 更加凶险的方向去推进 那我们这个节目 我们只能祝愿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 在这场惊涛骇浪面前 您要稳坐钓鱼台 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凡事以稳为主 没事多听听我们节目 多多打赏 多点点赞 其余的那种混淆视听 唯恐天下不乱 莫名其妙造谣污蔑 这些莫名其妙的节目尽量少看 那关于这个四万字的长文 我们会接着再讲个两三期左右 这里面很有意思 他这篇文章把习近平和薄熙来 做了很多层面的对比 咱们下一期也许会聊一聊这个话题 我谢谢您 诚挚的欢迎您给世界的中国点赞 也关注订阅明镜火拍这个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明镜的朋友们大家好 2月16号星期三 今天大新闻 我和大家一起分享新闻 我是纪硕明 今天跟大家聊聊 铁链女正成为这个大风暴 彭丽远有可能介入处理 另外批示香港抗议 习近平表示出高度的不满 第三个是美日韩声明首提台海 然后英太战略 美国正在形成新的包围圈 铁链女这个风暴是越来越大 那么有传这个彭丽远有可能介入处理 那么大家都在期待 有人已经向彭妈妈递送相关报告 希望她可以介入处理 那么网上也出现了向彭丽远发出的公开信 因为那个彭丽远女士 她作为中国的第一夫人 她是联合国的保护妇女儿童的相关的特使 那么她的介入 我相信有助于这个案情的处理 而且也是名正言胜理所当然的 这个农历新年前披露的 这个生了八个孩子的这个铁链年 这个女啊 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事件 当地政府呢连续发出了四份权威报告 叫做这个封县或者徐州的权威发布 但是这个权威发布呢 一直跟不上网络不断传出的权威信息 你看徐州的四次通报 都像是一个咸鱼连续记 一步一步把封县的这个铁链女的故事 推上了那个不一样的这个高潮 第一次呢 这个权威公布呢 说她是叫杨某侠 是个本地人 那么是合法的领了结婚证书 没有拐卖现象 有精神病 那么第二次权威公布呢 又说是一个流浪刑期的乞丐 被董某捡回来的 也没有拐卖现象 有精神锋利症 那么第三个权威公报呢 那个说杨某侠 是小花梅的化名或者代号 是云南福拱县的雅谷村人 对吧 因为有语言障碍 所以被老乡桑某某带到收治精神病 这个圣地 还是圣地 是苏北来治病 顺便找一个好人家 把小花梅给嫁了 那那个一听就是谎言一骗 那么当然网络不收获 第四集 第四个权威发布又来了 原来小花梅老乡是个人贩子 他老公也是个人贩子 董某某呢 他就是一个强奸犯 现在这三个人都是被采取了刑事 没有强制措施 那么那个 所有的问题都是出在这三个人上 好像官方没有责任 大小官员都是一脸无故 那么接下来 网络又开始了新的爆料 哪怕是那个央视媒体 那个在权威发布的第四次发布以后 他采访了这个精神病院的院长 那个医生 组织医生 说这个杨某侠的牙齿呢 是因为牙周病啊 这个自己掉的 但是有北京封献节的青年作家 黄胜强他就爆料 他说当地的民众 也是他的老乡跟他说 牙齿是被拔掉的 原因是杨某侠反抗 那么那个董 董姓兰啊 他要亲日 不方便 就输心把他的牙齿 这个给拔掉了 这个是那个当地民众的反应 应该也是接近真相 那么跟央视的采访 只听这个事后人医生所言 那完全是那个背景离道 相差太远 然后知名调查记者 凤凰周刊的前编委 全记者部的主任 邓飞就爆出了一组结婚照 显示结婚照上的杨某侠 与实际的八个孩子 妈妈完全不像一个人 哪怕是那个有 二十年的这个时间过去了 但是一一般的基本人口 都都不像 所以2月15号 这个邓飞呢 就爆出了一张 1998年8月前发的结婚照 新郎新娘分别是 董某名和杨某侠 上面有两个人的结婚照片 这个照片呢 说是从这个网友提供的 那么小花梅的这个照片 与杨某侠的照片呢 就非常的像 因为当地云南 也提供了小花梅的照片 可以基本确认是同一个人 然后结婚照上的小花梅 和今天的铁链女的这个相貌 就相差比较大了 那即使考虑到相隔 二十四年 也显得太不像 整个人的脸型 连可完全是不一样 所以呢 那个网上就迅速形成了 小花梅和结婚照上的杨某侠 那个是同一个人 但与铁链女 不是同一个人的这种推论 网上的推论还认为啊 董某名在与小花梅 生下长子后 小花梅有可能就失踪了 或者死了或者丢了 那么现在这个铁链女啊 是董某名后来才找来的 那续用了杨某侠的名字和身份 那么还有一种猜测 就是网上一直在说 民间在说 这个女人就是四川四中的女性 叫李莹 那么这些信息呢 就那个产生了非常大的一种震撼 这一张这个结婚证啊 和另一渠道传的小花梅的照片 看上去都是真的 那么能够确认当年的 这个小花梅对吧 和今天的铁链女不是一个人 那么这样的话呢 徐州的几份通报都站不住脚 那么网友们还有更多的这个推理 有人发现 董志明和杨庆霞 就是杨某霞的结婚证 经文证上写了 那个杨庆霞是1969年出生 但怎么看和现在的小花梅 都完全不是同一个人 那么这个现在的 所说的这个铁链女啊 怎么看都不像是52岁 所以网友大家就分析 有可能懂得大儿子23岁 为什么他还能让母亲被铁链栓住 过着这种非人生活 那就是说这个大儿子 可能根本就不是 这个现在的所谓的杨某霞生的 他是那个叫董香港 是香港九七回归的时候生的 那么说明这个96年 就应该有一个女人在了 因为这个结婚证 是显示了那个98年8月份签发的 这个都是疑点 那么这就证明了 结婚证上的女人 和现在的这个所说的小花梅 这个杨某霞呢 应该是两个人 那么大家觉得 如果说要揭开这个谜啊 其实是应该是很容易的 那但是那个警方就是没有 那个做出这个很充分的 让人信服的这样的一种 这个证据出来 那么所以到现在为止 往上对这个徐州的这个第四份 第三份第四份的这个都是疑问 那么另外杨某霞的这个故事就讲到四川的梨影 很多网友拿出这个梨影的照片来做对照 照片的相似度就很高 那么但是官方一直没有明示 那么彩测的原因就是 十来岁 十二岁走私的梨影 他的父亲是驻葬的一个解放军 一直在寻找女儿 然后不果 那怨愤而死 当局会认为一个山村的小女子 成为铁链女 已经不会不被这个社会所接受 如果还是一个驻葬解放军的后代 那会集起更大的名分 所以不愿意那个证实这样的一个故事 这是网上的彩测 往往就是你政府透明度不高 社会流传的这种信息就会很广泛 各种各样的声音就会这个出来 那么所以呢 这个当中的信息量是很多 那个大家都在问 八个孩子极有可能不是一个母亲所生 那么被拴的这个铁链女 到底是谁年纪多大 其实这个按照现代的这个科学鉴定 算古龄啊什么都可以算出来 那么另外官方口当中的小花梅 到底是在哪里 那个网民苦苦寻找的理因 又是在在哪里 那么整个案件就让你看的是物理云理 那这一个八个孩子被铁链拴住的事件 是非常悲愤 那不管怎么说 他被外卖的那个悲惨的这个历史 受捏带的这个遭遇啊 是揭穿了人类良知的底线 那他应该是让每一个政治的中国人 都感到羞耻的 所以呢 在官方一直没有强有力的声音的时候 大家又把这个希望寄托在这个中国的第一夫人 彭丽远这个女士的这个身上 网络就上就有一个来自中国山东的这个海外华人 他写给彭丽远一封公开信 他从年轻的时候就是彭丽远女士的粉丝 那个他的在希望的田野上 唱出了八十年代的这个自豪和朝起彭博 是每一个人的这个期待和向往 那么他说希望那个彭丽远女士 可以为这么一个被拴着铁链的苦命女人 发出一声音真诚的委托这个彭丽远女士 去习州看看那位苦命的母亲 告诉她这个世界上没有不要她 给她温暖让她回家 那么我们知道2014年3月27号 巴黎联合国教科门组织总干事 伊琳娜伯克瓦女士 在教科门组织巴黎总部举行任命这个仪式 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夫人 著名音乐家彭丽远女士 联合国教科门组织 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特使的这个称号 那么2021年就去年彭丽远 那个还出席了联合国教科门组织 女童和妇女教育颁奖这个仪式 善良瑞智的第一夫人解救中国妇女 是她的侄子 这件事情我觉得对中国来说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震撼 那么正值冬奥期间 当局还没有经历发生 但是这件事情远没有完 已经造成了极大的 我觉得是在造成了极大的 中国这个生育和卵实力的损失 起码在第一有几个方面 第一冬奥会失去了脸面 一面是冬奥会高光的这个圣奸 一面是封献至暗的时刻 这个太魔幻 太隔离了 那这真的是一个同一个时代 同一个国家发生的事吗 这让很多人感到这个焦虑 第二个政府失去了诚信 这个社会连政府 第一第四个 这个他的这个权威发布 和第一个差距相当的大 那这个权威又在哪里呢 这个社会如果连政府都不相信 那么你让老百姓还能相信谁呢 第三个脱贫失去了真实 中国宣布 不久前宣布脱贫一个部落 像那个中国已经走全部走出了这个贫困 但是像这样一个铁帘子拴着的 生了八个娃的女性 大冷天穿着单薄的衣服 吃着冰凉的食物 口袋里面一分钱 算是脱贫了吗 我想鬼都不相信 那同样是一个被锁着的 一个脚上戴着的 出庭都是各种这个时装秀 释放了 释放以后又是坐包机回来的 另一个是脖子上铁链 那个寒冬薄衣被人性侵二十几年 都是中国女性的差别如此之大 社会如此不公平 这个脱贫是真实的吗 一个不漏 第四个小康失去了目标 有人我看到在网上找到了 封县近几年很多被拐卖女性强迫婚姻 要离婚法院不支持的案件 也有人找出封县不断出现的女户的这个 那个个案 都是女士的个案 就是很多女士在封县不断被找到 一会儿在水塘 一会儿在河沟 这样的封县 中国还有多少呢 中国确定了小康目标 生活风衣住食 那个即使生活有改变 但在农村 还有如此愚昧的买卖妇女的文化 没有法律保障 没有社会道义的生活 这样能算是小康吗 小康还有目标吗 那么然后另一方面 又让我们看到了什么呢 我想第一 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基层的正义缺失 那杨某霞矮十多年来 被颠倒的人生 不正是他所处的环境和社会的冷漠无情吗 周边的村民知道他的遭遇 大家习以为常 连母亲生育的子女 都已经对他没有亲情 都已经不把这位 生育了八个孩子的母亲当做人 这不是一种人生的颠倒吗 还远不仅如此 起码在这个村子里 在这个镇上 这位母亲没有感受到 人性的这样的一种存在 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了 那么第三个 我们也看到官员为人民服务的虚伪 那从小我们接受的教育就是 为人民服务 我们相信 虽然这些官员不是我们选的 但他们想当官 就是为人民服务的 但这么大一件伤天害理的这个事情发生 由哪一个官员站出来 主持正义了 那除了那个权威发布 由哪个组织出来 说一句公道话 官员能为人民服务 是因为他们与人民心相通 有共鸣 有共鸣 冷漠以待 在人们需要的时候 见不到 不作为 嘴上说的再好 也没有用 我前几天看到网上 有人就提出 要求取缔 妇联 他说到目前为止 全国妇联 没有为这个女性 来说一句话 第四个我们看到 中国官媒的假面具 铁链女舆论洪水滔颠 这个事件的热度和持久度 可谓是刷新了历史 有人统计过 仅仅微博平台 这个话题阅读量 就达到了惊人的50亿 再加上其他众多平台的浏览 这个量的读量 至少有100亿 也有可能超过200亿的这个流量 但是在自媒体这样的热度新闻 却没有官媒介入 至今成为沉默的媒体小众 有人说李云迪嫖娼 625家媒体闻风来动 争相报道 那么现在 封县铁链女 这些官媒都装着看不见 他们沉默了 你不要以为 不知道的还以为 中国官媒正在消失 但就在前几天重新发新 发生了星巴克 那个 说是驱赶警察的遗案 事情还没弄清楚 官媒的声音就来了 当然官媒应该发声音 对星巴克和警察的这个关系 调查清楚 说一个是非 但是更应该 为生活的 猪狗不如的铁链女发声 最后我还想说一点 如果这个社会还有一点希望 这个社会还有一点血性 那么这个希望就在互联网 这个血性 我看到了民间存在的 为正义呐喊的这样的一种声音 多少自媒体 在这一波的这个发声当中 牺牲了自己的公众号 很多那个文章被屏蔽 我写了三篇文章 那个要么就是没有流量 要么这个在公众号 就是文章被删除 我也经历了这样 我理解中国现在这个对媒体的现况 但是那个我不能接受 这样的一个鞋框 好 第二个问题 跟大家分享一下 批示香港抗疫 习近平其实是高度不满 据香港电台的一个报道 这个香港今天新增的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它的数量已经达到4000多例 那再畅下那个担任的新高 另外还有超过3000例的 初步这个阳性个案 那么到15号为止 香港初步确诊 跟已经确诊 那个住院的人数 已经达到1.2万人 病员已经无法进入病床 除了在走廊 还更多的还在空地上 搭这个帐篷 加一桩这个床铺 那么香港的这个医疗部门说 那个政府已经 这个可能 医疗系统会崩溃 为什么呢 未来一周 香港累计确诊病例 将突破10万例 那么香港总共的人口 是700多万 那你就想想这个 它的这个比例之高 如果像这样的比例 在大陆13亿人口 那是这个每天 据说起码 有200万的这个确诊个案 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国家主席习近平 近日就支援香港抗议 做出重要指示 但他并委托 主管港澳事务的 国务院副总理韩正 向特首林郑月娥 转达了对香港疫情的 高度关注 和对香港市民的 那个关怀 那么强调 香港特区政府 要切实负起主体责任 做到三个一切 和两个确保 把尽快 稳控疫情 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 那么根据 香港门会报的报道 香港第五波疫情的 这个 疫情 那个 让这个习近平 总书记忧心 所以近日呢 习近平就此 做出重要指示 那么他的指示呢 强调 香港特区政府 切实负取主体责任 你看他的用词 切实 把尽快稳定 疫情作为当前 压倒一切的任务 动员一切 可以动员的力量和资源 以及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以确保 这三个一切 然后是确保香港市民的 生命和身体健康 确保香港社会的大局稳定 然后他又要求中央各个部门 对香港做出配合 这个当中 这个用词和行门 就可以看出 习近平对香港的防疫 如此不堪 是相当不满 他用词很严厉 批示用了 尽快两个字 尽快稳控香港的这个疫情 这两个字就是告诉你不要再犹豫 不要再彷徨 不要再想东想西 无论用什么方法 一心想尽快控疫 才是香港的头等大使 那么作为头等大使 可能其他的你就得多得让路 只要跟这个疫情有冲突 这是一种迫在眉急的召集 他明确这个控疫 是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 用了压倒一切 以前邓小平用过压倒一切 那就是稳定压倒一切 他现在香港防控 是压倒一切 就明确告诉大家 你要放下手上的一切 只为防控 要为这个控疫让路 香港的老百姓 他的生命安全才是第一位的 另外他讲的香港的抗议 已经不仅仅是香港 单单香港的事情 他也轻安动了邻近的 这个地区的广东地区 那么所以韩正接下去又做了批使 要求香港特区政府 和各界有关部门 坚决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次 并指示中央有关部门和广东 抓紧解决特区政府提出的 提升香港核酸检测能力 支援快速抗原检测包 等医疗物资 原件社区隔离和治疗设施 保障鲜活食品等 生活必需品的供应 还派出了防疫专家到香港指导等等 那么现在的问题 就是我觉得所有的事情 虽然是已经有这个最高领导出面 然后又有韩正的最后这个 再来批注 那么就可以看到香港从去年底开始的 这波疫情到过年以后大爆发 那么香港也一早跟中央提出要求 要求资源 但是所有的问题 所有的事情都是在等待 等待到不能处理了 等待到承受不了了 等待到总书记这个知道了 发话了才大力去做 那么这样就化了更大的成本 那个化了更大的代价 否则都不是事 这可能就是中国官场的现况 你包括我们刚才讲的这个铁链里 那个不到那个最高领导人发话 下面都是在等待 都是在掩盖 第三个美日韩这个声明 首提台海 英泰战略会形成一个新的包围圈 那么尽管那个俄乌局势紧张 也尽管美国疫情不断推高 但是我们看到踏入了2022年 美国始终没有忘记中国 时时提醒中国存在 对西方世界就是个威胁 那就在台海局势持续紧张自己 美日韩举行外长会议 首次在联合声明当中提及台海问题 韩媒韩国的媒体 他引述了专家的观点 称声明内容处处影射中国 三国发出迄今为止 最为强烈的牵制中国的信息 南韩外长那个郑义勇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 是2月12号在美国夏威夷 潭香山举行会谈 并在会后他们发表了联合声明 那么根据韩联社的报道 三国外长在联合声明当中就提出 反对改变当前的状态 造成趋约紧张的任何单方面的行为 就是把台海作为这三国的声明内容提出来了 强调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的重要性 强调维持台海这个和平与稳定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性 那么这个日本的共通社也做了报道 就讲这个三国的外长就有关中国的台海局势联合声明 这个指出了台海和平与稳定的这样一种的这个重要性 那么这个是美日韩声明当中是首次提到台湾海峡四个字 那么中国一直是指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 那么但是不管怎么说 也无法让国际社会就此闭嘴 那么韩联社还称这样的一个表述 讲到台湾海峡的这样的表述 最早出现在去年五月份韩美领导人会晤的联合声明当中 韩国总统的这个文在寅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谈的时候 签署声明都提及了台海问题 那么另外2021年4月12号 美国总统拜登和日本时任首相简易维在华盛顿举行的这个会晤后的联合声明当中 也提及了那个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 那么所以这个一个台海在三国的这个会晤当中 对中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主权性的一个挑战 另外我们也看到2022年美国对华的动作多多 把他出台了国防预算案 川中两院又通过了美国竞争法 主要矛头都是对准中国的 最近有一份题为美国英泰战略的战略审议文件又推出来 要向英泰地区投入更多的资源以抗衡中国的影响力 针对美国在2021年是不遗余力 那么这一份战略报告的那个美国是要扩大聚焦 将出角扩展从南亚到太平洋 诸多的这个英泰地区的所有角落 目的是要加强美国在英泰地区的这个承诺 那么他要投入更多这个资源在英泰地区 原因是认为中国试图在英泰地区建立四半围 那么还怀疑中国有成为世界影响最大国家的这样的一种举措 所以美国从2022年开始在英泰要对中国做出这个抗衡 那美国呢他在今后十年的这个努力来扭转这样的一种局势 那么另外美国呢也会计划在12个到12个月到24个月就是两年的时间 将在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屿扩大外交关系 美国要把脚脚落落的小岛国都围拢起来 当作优先处理的事项 那么特别提到美国在这些岛国的准军事这个军事的准落 这个行动呢美国已经开始了 你包括计划在所罗门群岛重新设立大使馆 那么这个美国对所罗门群岛的外交降级已经29年了 现在所罗门群岛的这个美国的大使馆要有计划新的这个开启 那那个布林肯那个在斐济访问的时候 还和18个太平洋岛国的领导人举行视频会议 他要提升跟这些国家的这个合作 那么当然这个英太战略这样的一个报告 也不忘就是这个台湾强调美国在开展区域内外的伙伴合作 要支持台湾的自卫能力来确保台海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 那么我相信美国的英太计划当中 台湾注定会是他一枚重要的这个棋子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的这个布局 可能就是从点台湾台海这一点 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点 或者说一个比较小的面就是南海 再到一个大的面一个英太的一个地区 那个印度太平洋的那个英太地区 那么这个是2022年 那个美国对中国的一个战略布局 从这三大那个海洋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一个对中针对中国的一个布局 会形成一个新的一个包围圈 那个我相信美国就是即使在俄乌 这样的一个冲突紧张局势下 他依然不放弃这个对中国的 这个一种包围圈的一种建立 那么俄乌的这样的一个冲突 毕竟是短暂的 对中国的遏制和影响 它是一个长远的一个战略性的 好了 今天的这个大新闻就和大家聊到在 谢谢大家观看 下个星期我们再见 谢谢您收看明镜火拍 敬请您点赞订阅 打开小铃铛 并分享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 超级感谢支持我们 谢谢您收看明镜火拍 敬请您点赞订阅 打开小铃铛 并分享给您的亲友 打开小铃铛